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經文聯的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今天又有些驚人言論說了出來 當然梁大議員一向都是語不驚人勢不憂那一種 但是他今次所說的說話 又的確引起了網絡的嘩然 到底他說了什麼說話 我們首先一起來看看 他批評民主派的會議召集人陳淑莊 透過癱瘓內務委員會的運作 阻撓國歌法的本地立法程序 梁美芬質疑 反對派議員不惜癱瘓內會 令一些沒有爭議的重大民生議題都未獲通過 認為他們要負上責任 接下來這句就來了 他說如果國歌法未能透過本地立法在香港實施的話 他就建議由政府直接公佈實施 正正就是這個說話引起了網絡的嘩然 很多人就罵到梁美芬是七個一皮 批評他這種說法是架空了立法會的 當然其實他要求特區政府直接公佈實施這個國歌法 當然就是把這個正常的立法機關審議程序完全繞過了 但是到底他這種說法是否有法理基礎 是不是合憲合法的呢 其實也是的 這個才是對於我們香港人最大的警示 這個警示就是 其實基本法裡頭是有很多憲制流動 而很多人都是忽視了 是不知道的 可能有些人是發猛的 所以你點擊了進來收聽我這個節目 我很希望你是將整段的節目是聽完它 聽完之後你可以代到一些東西走的 起碼了解得到原來基本法裡頭是有這麼多的憲制流動 包括梁美芬現在所說的這個 都是憲制流動來的 有些人又誤會了 以為說 是不是特區政府會宣佈引用緊急法來實施國歌法呢 是不需要的 當然可以這樣做 引用緊急法來實施國歌法 那個效果是一樣的 但是特區政府就犯不著用這個方法來做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可能會面對一些法律的挑戰 例如是司法覆核 而且它是一個憲憲法的方法來做 當然我不是說合情合理 這個憲憲法和合情合理 絕對是兩回事 什麼憲憲法的方法呢 就是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第二款 大家聽聽吧 它是這樣寫的 全國性的法律除了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以外 就不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 凡是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法律 就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 或者立法實施 即是凡是夾在附件三的所謂全國性的法律 就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 怎麼實施呢 有兩種辦法 一是由特區政府直接公佈實施 一是由立法實施 其實這個國歌法早在2017年11月的時候 已經是夾在附件三那裡了 換言之這個國歌法 就將要按照基本法第十八條的第二款 就是我剛才所提出的條文 就是由香港特別行政區 直接公佈來實施 或者通過本地立法來實施 只有這兩條路走 到底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分別呢 通過本地立法來實施的話 是比起直接公佈實施有兩個好處的 至少是 第一 就可以將這個所謂法律適應化 就是說 將這個所謂全國性的法律 的主要內容 經過香港立法會的立法程序 經過它的審議之後 進行一些增刪 然後將它變成一個本地的法例來實施 可以適應本地的情況 第二個優勢就是 法院 即是我們香港的法院 就可以對於這些本地的法例 有更大的全息的自由 這就是兩個優勢 當然我不是支持國歌法的通過 不要搞錯 這個是很技術的問題 不要有人斷章取義扭曲了我的言論 其實我正正正在釐清一些概念 以及指出基本法裡的憲制流動 人大常委根據基本法來說 他是有這種狹獻和狹犯的權力 將一些所謂全國性的法律夾到附件三當中 然後使之要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裡實施 這個法理基礎是根據哪一條呢 就是基本法第十八條第三款 大家聽著這條是很重要的 他是這樣寫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在徵詢期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 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之後 可對於基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 現在是有增無減的 現在是十三條的全國性法律夾到附件三 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 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案本法規定 不屬於特區自治範圍的法律 最後一句就重要了 如果大陸政府要把全國性法律夾到附件三的話 只要符合有關國防外交和不屬於特區自治範圍的法律 他聲稱是這樣的 就已經可以夾到附件三 所以到現在為止已經夾到十三條的全國性法律 將來你說會不會繼續增加呢 我告訴你不會你也不相信我 對吧 所以這個正正就是一個法制的漏洞 他是架空了議會 令到立法會是廢了 因為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 只要全國人大常委 他是要把全國性法律夾到附件三當中 特區就要硬吃 這就是那個漏洞之所在 當然目前來說 這個特區政府也不敢 將國歌法直接宣布實施 因為可能怕要挑起民意的反彈 所以就交由本地立法的方式來實施 幸好在立法會當中 有些民主派的人在拉布 所以就將這個進程不斷拖延 這當然也是一個漏洞 因為不斷拖延不去將它實施的話 就沒有什麼法律後果 好了 接下來我又講一下 關於其他《基本法》的漏洞 我覺得所有政客都不應該去隱瞞市民 無論去什麼派別也好 因為根本上這個《基本法》 可以說是千瘡百孔 它是留下了很多的尾巴和漏洞 這些漏洞 基本上是使得全國人大可以有很大無上的權力 比如說我們經常提及到一個術語 就叫做分組點票 那分組點票是有什麼用的呢 其實就是當一個立法會議員 他要在立法會當中提出私人條例草案的時候 他就要分別得到地區直選和功能界別 兩個部分都要過半數的議員通過了 這個就叫做分組點票 才可以使得私人條例草案得到通過 當然目前你也說 27年特區成立了 就沒有一個私人條例草案通過得到 因為地區直選往往是由民主派佔優勢 而功能界別往往是由建制派佔優勢 如果有一天 這個民主派真的可以在地區直選和功能團體 都可以分別過半數議席 他們當然可以通過一些有利於民生的 有利於民主的私人條例草案 問題來了 原來根據第十七條的第三款 全國人大常委在徵詢這個基本法委員會之後 如果認為特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 是不符合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 以及中央和特區關係的條款 就可以將有關法律發回 但是不作修改 經全國人大常委發回的法律是立即失效 即是告訴大家 無論你如何努力在這個立法會當中 爭取最多的議席也好 就算讓你可以通過一些私人條例草案 原來全國人大是擁有一個至高無常的權力 就是在全國人大常委的階段 可以將本地立法通過的事情駁回 是這樣也可以的 這些是否限制漏洞呢 這些絕對是 所以是不是要牽涉到修改基本法呢 我認為是要的 你起碼要倒截這些事情 如果不是的話 有些法例通過了以後 它可以將你駁回 是不是很嚴重呢 當然我不是說要不爭取過半數 在這個立法會當中 因為它爭取過半數 起碼可以否決到財政預算 也是有用的 但是就告訴大家 大家聽說第十七條第三款 就是一個漏洞之一 好了 根據第22條第四款 它怎麼說呢 其實關於所謂移民審批權的問題 它說到 中國其他地區進入特區 就需要辦理批准手續 進入特區定居的人數 就是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 他不徵求特區政府的意見之後確定 他只是徵求你的意見而已 原來到最終他批准多少人 或者批哪個人下來 他是有絕對的權力的 這些是不是漏洞 第22條第四款 最厲害的那條當然是第158條 這個不用說了 就是因為他擁有了解釋權 又是全國人大常委 當然有些人覺得 這些就等於是三權合作 是的 因為他正正就是 這個全國人大常委 其實他又可以制定法律 他又同時可以解釋法律 這個當然跟我們這個 所謂三權分立的社會 是很不同的 所以他不停要求香港 可以盡量做到三權合作制 正正就是跟大陸那一套銜接 所以這個158條 這個所謂基本法的解釋權 大家都知道 釋法釋了幾次 其實每一次都是在 潛建這個基本法 就是把基本法裡沒有的東西 就是要批准下去 這個是不是弁制漏洞 這個絕對是 但是他又不會侵一個正規 即是修改基本法的程序 來修改基本法 因為這就是牽涉到太過繁複的工序 所以他就索性用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 引用這個基本法的第158條 來實施這個解釋權 所以很嚴重的 就算說其他 比如說第43條的第二款 他說什麼呢 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 依照基本法的規定 就對中央人民政府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其實跟聯合聲明的附件一 尾二那句 都是有抵觸的 他就說行政機關必須遵守法律 是對立法機關負責的 現在就變成對中央和特區負責 所以這個基本法其實就是有非常多的漏洞 以上只不過是提剛揭領列舉了一些 大家還可以在留言說說其他的漏洞 所以梁美芬提出這件事 事實上是警醒了我們香港人 在爭取民主的時候 也要留意到這個基本法 原來是有這麼多問題的 千萬要留意得到 就不要駁錯了梁美芬 就說他用緊急法 或者他這件事是不合憲 他是合憲的 其實是催他不漲 最終來說 大家想想一下 是不是有牽涉到要修改基本法 即是必要 將這些漏洞去堵塞呢 當然 這件事就非常浩瀚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